山西镜瓷里的八根千年盘龙柱 你知道他们是为谁而雕刻的吗 相传 这个人就是西州时期 晋国首位诸侯唐书鱼的母亲易江 也是江子牙的女儿 这座大殿是北宋时期为他而建 盘龙柱也是同时期雕刻完成 距今近千年 龙的身形比较细长 头上尾下稳稳的盘根在八根木柱上 当年是选用上好的柳树根 分段雕刻 再用损某方式一段段接起来 一条条活灵活现的盘龙就呼之欲出了 这八条龙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总体保存还算完好 这要得益于大殿宽大的屋檐 能遮风避雨 才能让它们千年不朽